首先我们介绍一下本周的教学内容 本周主要涉及到动态规划算法的设计和分析 首先我们先给一个例子 用最短路径为例来说明动态规划算法的设计思想和必要的条件 接着我们介绍一个动态规划算法的设计例子 矩阵链相乘 通过这个例子来给出动态规划算法的设计要素 究竟需要考虑哪些个步骤 下面我们介绍动态规划算法的递规实现 同时我们也给出了动态规划算法的迭代实现 最后是一些动态规划算法的例子 包括投资问题 背包问题 以及最长公共子序的问题 这是本章的主要内容